王平自子军 川中荡居人 少时在外加和氏家中生活 还改过姓三国演义里 他一度被叫做和平 且是曹魏将到属汉的 且出身航武 据说认识的字不超过十个 出身实在是低得很了 现在民间故事里 他最有名的大概是时空展 马速手接停 王平是副手 王平很沉稳 建议按照丞相吩咐当道下寨 马速就很浪 上山下寨 还说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 结果马速就糟糕了 现在想来 马速这个京乡英俊 看看王平 多半心里想 小地方跳槽来得不识字的娃子吗 世界停后 王平有个极大的亮点 当时张和已经摧毁了马速 但王平已千余人鸣鼓自首 秘境中不为所动 张和怕有扶兵 不敢进逼 能让正打着生涯最大胜仗的张和霸首 王平的整军能力 很强了 世界停后 诸葛亮斩马速 而王平有进剑之功 刘威参军 一发一赏 是诸葛亮体现其持平的地方 真会用人 王平由此升起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鲁城之战 当时张和攻王平 司马懿攻诸葛亮 诸葛亮打了司马懿一个甲手三千 而王平让张和无可奈何 吴子梁将 巧遍著称的张和 的确不算擅长硬打 但你如果给他机会 比如马苏在街亭 他就能把你卷了 而王平持重 没给张和任何机会 诸葛亮归天时 杨仪与魏严闹闹僵起来 是王平积散了魏严 张和魏严 两个前三国的名将 都被王平对跑了 诸葛亮逝世后 刘备的舅子无疑是车骑将军 守汉中 而无疑的副守 是王平 诸葛亮逝世三年后 王平督汉中 刘备麾下 第一任督汉中的是魏严 从魏严到王平 也算个轮回 之后 王平就是汉中守护神了 魏严守汉中时 刘备曾问他一想 魏严豪言说 曹操拒天下之众而来 愿为大王拒之 天将领十万之众而来 愿为大王吞之 魏严吹了这个牛 然而一辈子没遇到过 十万军来袭 搞定他的王平 遇到了曹爽十万军来袭 当时汉中兵不到三万 有建议说直接收缩固守 等援军来 但王平坚持了重门之法 守住了新世山 立下大功 曹爽跑落了 题外话 我很怀疑王平这一战 让曹爽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威望 以至于后来曹爽被司马懿一闹 就信心崩溃放弃兵权投降了 从这个角度想的话 王平一个防守战 间接跟曹氏师拳挂钩了 真好玩 王平做过的职位很多 多是监军 护军 典军 因为他严谨 他不太识字 但喜欢听人讲历史 题外话 时乐 杨大爷 也都是这习惯 可现在 他们就是有声书或者名著解读的目标用户 当然 王平也不是没缺点 陈寿说他信侠轻疑 为人自清 但也不奇怪 一个归降而来 没有靠山的边地孩子 没有诸葛詹或吴义这样的背景 没有将为这么年少得志的天才 没有蒋婉费一这样诸葛亮亲口推许的能为 没有魏妍和相宠这种跟随过先帝的自立 靠什么呢 严谨呗 不犯错呗 扎扎实实的工作能力呗 这样的人 不会太大大咧咧大多怕行差大错 甚至自清自见 玩笑都不开 这样低调扎实的人 是所谓干部队伍里真正农民的儿子了 本身处在要害岗位 性子极些 偶尔自卑 多疑 不敢冒险 按照成规定法做事 也很正常嘛 大学宿舍里 许多人大概都见过那些小地方来 沉默广言 成绩出色但不声不响 还有点自卑的蛇友吧 就是这类人了 像魏严这种跟先帝谈笑风声 一张嘴就是十万之众 来为大王吞支 跟丞相一拍胸脯 要五千金瑞冒险偷袭长安之类主义 王平这辈子都不会说出来的 但不妨碍他在绝境时 各种神奇演出 爱事中下退张和 鲁城支战硬扛张和 危机中解决魏严 面对曹爽十万大军时 果断的崇文之法 扛住了 虽然崇文之法还特别需要刘敏的支持才能实行 因为刘敏是蒋婉的表弟 千古都在念叨诸葛亮和魏严的事 其实仔细想想 王平也是诸葛亮提拔任用的 牛皮吹得比魏严少 战绩说起来比魏严好 只是太低调 不想而已 大概历来大家都喜欢从倒霉的人身上找亮点 对这么扎实可靠的好孩子 反而忽视了 三国石的草根苦娃子 就是这么不易 然而不妨碍在公元28-243年 王平的确是蜀汉的草根MVP